美国总统拜登的家庭是卷入了丑闻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表示了 共和党议员考虑对拜登要进行弹劾 追查拜登儿子的海外商业交易是否涉及贪腐 那么请问教授的是弹劾案会通过吗 如果通过之后又会对拜登的选情带来怎么样子的影响呢 这个首先我们说这个弹劾案 现在只是弹劾调查正在进行一个审议 共和党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启动这个弹劾的调查 所谓启动弹劾调查是指更深入的去追查所有的细节 调查所有的文件 Hunter Biden就是小拜登近期才刚刚自己认罪 认了几个两项轻罪 这两项轻罪都跟税务有关 透过这个认罪大概避免说他会被更进一步的调查 可能涉及的更严重的罪行 这是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认为 可能小拜登有隐藏更多隐匿更多的事实 那当然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要提出来 当然跟总统的大选是有关系的 而且共和党的议员事实上本来 他们打算要谈和的并不是拜登总统 并不是目标在拜登 而是目标在国土安全部长以及司法部长 但是现在因为Hunter Biden近期做了这两项认罪 让共和党议员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应该有机会再进一步的去追查拜登总统 可能在副总统任内的时候 帮助小拜登在他自己的所谓的商业的交易上面 有做出一些帮助 这个也许就会变成谈和成功的要素 那当然是不是能够谈和成功 至少要先重启谈和调查才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麦卡锡 在接受福斯电台访问的时候 主动提起有可能要启动所谓的谈和调查 那当然如果真的启动了谈和调查 我们姑且不论谈和会不会成功 毕竟谈和案并不容易成功 如果真的启动了谈和调查 而且真的成了这个有谈和案的话 也只是美国史上第四次的谈和案而已 谈和案会不会成功 姑且不论 但是只要提出了谈和案 对于拜登总统的选情肯定是有打击 毕竟这是一个负面的形象 而且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在美国的政治圈 只要你被谈和 事实上就会造成许多的中间选民 对总统 对拜登总统 或者是他的家人有所质疑 以现在2024年大选 虽然还没有正式起跑 可是拜登总统跟共和党 无论是川普 或者是佛罗里达州州长 De Sanchez 对比式的民调来看 拜登总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如果再加上一个谈和调查 成案 事实上对于拜登的连任之路 恐怕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当然拜登总统一定也会 这个很好 好好的准备好 做出一些回应跟回籍 事实上白宫已经在针对 所谓拜登总统的家人 尤其是小拜登 他的过去的所谓的从商的记录 有不断的提出证据去反驳 只不过如同我们所说的 政治呢 进入到了政治就真的常常变成了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只能说2024总统大选即将开跑 未来所谓的负面选战 肯定是会在美国国内继续 这个继续发酵 那当然对于在台湾观察 有兴趣观察美国政治的朋友来说 也很值得我们继续来关注 毕竟他牵动的 不只是中美关系 不只是美国国内政治 也牵动中美关系 甚至也牵动了未来的台美关系 好 另外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表示呢 普京应中共方面的邀请呢 打算在10月是访中参加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那么上次普席会面 20天之后 俄罗斯就挥军入侵乌克兰 那么请问教授的是 这次普京访中的政治盘算 又是什么呢 普京访中的政治盘算 以现在乌俄战争进入的僵局来说 普京必须要跟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虽然普京非常心理非常清楚 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 中国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现在是极为重要的盟友 不管这个盟友 这个交情是不是真的如此的深厚 跟持久历久不衰 但是对于普丁来说 没有中国 没有现在北京的这个间接的支持 事实上乌俄战争就很难持续下去 因此呢 在不论是讨论一带一路 或者是拜访北京 事实上对于普丁而言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反过来要去思考的是 北京对于现在的普丁 或者是北京看待现在的俄罗斯 可能也有自己的盘算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中美的高度的交锋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 北京过去在操作所谓的外交策略 1970年代之所以会跟美国走得很近 重新破冰跟美国建立到官方的关系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 北京想要摆脱当时的苏联的操控 或者是跟苏联的关系交恶 所以联美来制恶 现在对于中国而言 跟俄罗斯的关系 不论他认为俄罗乌俄战争 是不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包袱 但是跟俄罗斯的关系走得近一些 跟普丁的关系保持交好 传递出来的讯号就有机会 让他在中美之间的交锋当中 传递一个让美方感觉到威胁 毕竟俄罗斯跟中国的联手 不管大家觉得他的经济实力 或者整体的实力是不是如此的强大 可是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 还是一种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北京当局 现在在盘算 跟俄罗斯保持友好的关系 甚至是至少是中立的关系 是非常的重要的 简单来说 中俄之间目前是各取所需 对普丁来说 不能没有中国的盟友 对于北京来说 跟普丁走得近一些 传递出来的讯号 对于中国在谈判桌上 跟西方国家的对谈 也会有一些帮助 这是双方必须考虑的部分 而本周四是韩战停战协定 签署70周年的纪念日 俄国的国防部长肖伊古 和中国大陆的高层代表团 将会造访北韩 要请教教授 您认为北韩是否强化 和中俄的军事合作 来对抗美日韩的同盟呢 而北韩的国境 是否将正式重启呢 北韩是不是透过中俄之间的关系 来表达他的强势 或者是表达他的实力 答案是肯定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的美日韩同盟 确实就如同我们过去这几天 所分析的 在过去短期之内呢 北韩其实已经近期发射了 不少的飞弹 如果我们看过去这一年 北韩发射的飞弹数目 已经超过了100枚 基本上就是在反射 反映美日韩三国同盟 对于北韩带来的威胁 可是不只是自己的武装的能力 要能够反制 所谓美日韩的威胁 北韩也透过外交的手段去凸显 他不只是单一的北韩 他还有中国 还有俄罗斯 有可能是他的盟友 事实上从乌俄战争开打之后 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是相当的紧密 甚至也有提出真正的武器 甚至是提议要派出义勇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北韩其实透过俄罗斯跟中国 在传递给世界 尤其传递给美日韩三国同盟的讯号 是他自己的武器之外 他还有盟友 这一次庆祝所谓的韩战中战协议 70周年 特别开放边境 过去三年都没有外兵来访 但他特别开放边境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萧一谷率谈前来 中国的北京当局 也派出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 到北韩 事实上这三个国家 都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集结 向外传递说 这三个国家事实上是有很好的关系 如果轻易的 面对这三个国家 如果轻易的采取任何的 比较强硬的动作 很有可能都会引发连带的效益 这三个国家如果集结在一起 不管大家觉得 这三个国家的实力如何 肯定不会是太弱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有产生某种程度的 嚇阻的作用 那至于北韩会不会开放边界 事实上对于北韩来说 开放边界 它都一样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 所以未来北韩会不会开放边界 我个人认为北韩对于俄罗斯 对于中国 可能会开始逐步的开放边界 而且逐步的开始增加更多的交流 那当然这个交流 不只是有经贸的意义 事实上更重要的会是 政治跟军事上面 对外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威吓的力道 那当然一样的我们强调 东北韩的局势值得密切注意 原因是因为美日韩三国同盟 确实对北韩带来的蛮大的压力 而北韩也绝对不会是示弱的国家 这个值得我们继续后续来追踪 好 今天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翁吕中 我们带来详尽的分析 谢谢教授 感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